搓削皮 搓成萝卜泥 搓好的萝卜泥 1000cc的萝卜泥 我比较懶 我想说把它拿去电锅蒸 我现在把萝卜泥来在电锅 放在里面了 然后外锅给它放一杯水 然后用盖子把它盖起来 等它跳起来 就要进行下一个工作了 500cc的水给它拌一拌 500cc的水给它拌一拌 现在趁热热的时候 我把它拿去瓦斯卤那边 开始制作了 热好的萝卜泥 倒到锅子来 倒进去刚才调好的 再来米粉浆 慢慢再倒进来拌一拌 调均匀之后 再开火 开小火加热 开始加热了 半煮久一点的话 它的那个Q度就会越好 太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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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放这边 啊 把它铺平 让空气出来 现在呢 外面给它放三杯水 电锅外面放三杯水 一杯水 一杯水 两杯水 两杯水 三杯水 好 盖盖子 电锅推下去 要开始蒸了哦 电锅要跳起来了 我把锅子打开 然后呢 锅盖打开 那熟啦 成功 但是要等它冷了才会知道 这吃起来口感不错 熟啦 等它冷了我再来看状态如何 我看有没有成功 哇 哇 铺磨成功 按丢丢哦 有丢丢 有丢丢 有丢丢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把锅子电锅收藏 请按赞订阅分享 感谢观看